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国家通过管道统一供给的粥 新鲜蔬菜之类的都属于违法食品 杰姬因为人长得帅 时常有很多女孩上门提亲 但杰姬并不乐意 因为她心中早有一中人 她就是女将军的女儿 这天 女将军将要为自己的女儿在全国选驸马 这个消息让全国的单身同胞们都为之疯狂 但是要想被选上驸马 首先要花四万块买一张舞会的门票 但是杰姬家里穷根本买不起 为了得到门票 杰姬向警察告密 自己的叔叔是个女权反抗者 警察在叔叔家里搜到了反派标语证据 叔叔被警察抓走了 杰姬却因此得到了一张舞会门票作为奖励 杰姬非常高兴 立马到商店里预定了新的衣裳 但是好景不长 杰姬的妈妈因为意外去世 而且死因特别奇葩 原因是杰姬把妈妈的鞋子擦得太亮 使妈妈滑倒摔死了 杰姬不得已和她刻薄的姨妈一家生活在一起 在这里 杰姬不仅要洗衣做饭拖地板 甚至连门票也被抢走给了表哥 到了舞会那天 姨妈一家去了舞会 杰姬因为太想参加舞会 就从家里跑了出来 半路被几个女警察拦住了 由于人长得帅 几个女警把她拖进了树林里 想要侵犯她 多亏了叔叔及时出现 开枪击毙了他们 他的叔叔可真不是一般人 不仅约了玉 还在某个地方偷偷种植了 敬重的蔬菜胡萝卜 看到杰姬这么想参加舞会 叔叔不计前嫌帮助她男扮女装 混进了皇家舞会现场 在舞会上 由于杰姬人长得帅 成功引起了将军女儿的注意 于是他把杰姬叫到了房间里聊天 从诗词歌赋聊到了人生哲学 眼看这个灰姑娘 就要拿下霸道总裁了 将军突然进来 赶走了杰姬 回到现场后 杰姬就倒霉了 他的男扮女装 被现场的姨夫识破了 杰姬差点被当场击毙 为了避开士兵的追捕 他跑进了国家制作粥的秘密工厂里 进去后才发现 原来他们每天吃的粥 其实是用粪便加工而成的 杰姬不小心按到了按钮 结果粪便通过管道 输送到了各家各户 得知真相的人民 开始聚集起来反抗 而杰姬本人 也被人民视为了英雄 此时杰姬正躲在将军女儿的房间内 两人相爱了 但是杰姬还是被女将军发现了 结果被关进了监狱 还和自己的姨夫 还有表哥关在了一起 为了救出杰姬 将军女儿奋不顾身 掐死了一直胁迫自己的母亲 反抗的人群为了救出杰姬 涌入了皇宫 这时杰姬和将军女儿 一同出现在人们面前 平息了骚乱 杰姬顺理成章成为了驸马 她解除了蔬菜的尽力 并大力发展种植业 整个国家又变得朝气蓬勃 一片和谐 杰姬和将军女儿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深受人们爱戴 但是就在两个举办婚礼的时候 将军女儿当众脱下自己的衣服 揭开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没想到将军女儿 居然是个男人身 从小就将她装扮成女孩 可她和杰姬到现在 依旧深爱着对方 在场的人民看到这一幕后 立马傻眼了 然后电影也就结束了 回看整部电影 充满了各种奇葩的设定 一个个合情合理的解释 但又显得那么的荒诞不惊 在笑过之后 更多的是对制度的不满 总之 这部电影货真价实 能让人开怀大笑的搞笑神作